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毫无隐私可言,百度非法获取用户隐私成为到据法治晚报 1月6日报道,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,以下简称LDQUO,江苏省消保委RDQUO,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,称针对LDQUO,百度公司涉嫌违法或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及相关问题RDQUO,一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2018年1月2日,南京市中级法院已正式立案,据报,江苏省消保为止,百度旗下LDQUO,手机百度RDQUO,LDQUO,百度浏览器RDQUO,两款APP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,安装或取出,如LDQUO, 等各种许可权,且具不整改,百度当晚回应,称百度的手机应用没有能力,也从来不会,申请LDQUO,兼听电话RDQUO,许可权,但并未详细回应其他许可权 百度称,百度相关应用获取地理位置,获取警讯、通讯录等授权,都在合理使用范围内,江苏省消保委认为,作为搜索及浏览器类应用,上述许可权已超出合理的范围,发指晚报看法 新闻记者测试手,即百度安卓版,10.1.0.11版本,发现,百度APP要求获取定位隐私和获取录音、拍照和录像多媒体功能,拒绝后均无法正常安装 去年7月,江苏省消保委对27家APP所属企业进行了调查和约谈,包括12306、爱奇艺、去哪儿旅行、腾讯士宾、蜻蜓FM、百度浏览器、手机百度等 调查发现,这27家企业,普遍存在获取取,可权未尽到告知义务,为直接提供选择机会,过度收集个人信息、个人信息、保护规则和措施、不完善等共性问题,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另外,同款APP,安卓版本的许可权获取,需要40多项,远远大于苹果版本,需要获取6项,通过现场软体检测 手机下载了100多个APP,79个可获取定位许可权 23个,可直接向通讯路上的联系人发送简讯,96个可以直接发送彩信 14个可以监听和挂断电话,2017年度个人信息安全大汇报告指,在隐私政策文本,做得较好的100加APP的安卓版本后发现 有35个明确提出要求DCO,读取用户简讯RDQUO,且无需或得用户同意即可获取 DCO今日头条RDQUO,在线窃听门 日前,新浪微博一位网名叫LDQUO,互联网路人RDQUO的网友,发了这么一个帖子LDQUO,妻子元旦去摘草莓 一,梅在头条搜索LSQUO,草莓QUO,二梅在头条看LSQUO,草莓QUO,类资讯 转天就收到了和草莓有关的推送文章 RUCO事后他发现,原来LDQUO,今日头条RDQUO,是使用了麦克风的许 RUCO,1你哦